欢迎回来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相信现在很多这个观众啊 都是在想第一场比赛到底发生了什么 确实啊在阵容不齐全的OMG面前 EDG这场比赛显得 在那波小龙团之后就没有什么还手之力了 就这么说EDG打的不像EDG OMG打的更像OMG 对对确实是 真的是把自己的OMG的一股 黑暗势力的一股精神打出来了 但是刚刚那一盘的话 Coro这边的一个表现 他们个人没有任何问题 对无论是在对线期的 一个秀的对手西洋这边 还是说打团的时候 那个一波四杀 其实都是打得非常好 就最后一波也蛮奇怪的 我们光说小龙那波 最后一波也蛮奇怪 就Coro这边清线的时候 队友们突然之间上去 跟队面硬打了 那波四打五怎么打 好像蛮奇怪的 这是让我们的理解里面 一般来说打到这种局面 其实从阵容上来说 EDG阵容后期是有的打 有的打 往往我们看到的这种局面就是什么 他们会不断地去利用小的优势 来把局面平衡下来 拖到后期再去和你打团 但这场比赛我们就会发现 是不是OMG开团开得太轻松了 基本上EDG被开团都是 没有什么抵抗 没有什么那种灵活的走位 直接就被开了起来 这场的EDG的问题在于是 他们没有说 有没有看到我场 在感觉打不过的时候选择撤退 而是你打不过 我还是硬要跟你打 最后就是说是那一波的话 是因为我记得当时 是因为EDG这边的话 MACO这边它是开了对方的路路的 它是强开了路路 强开路路没打死 对合道没示意 所以不清楚以为 就想秒一个就跑了 然后几个人挤在一起 被抢抬了 从MACO的脸上看了出来 后面应该是被Joker严重了 阿布过去 你们这场比赛打了什么东西 这肯定这场比赛 阿布确实应该 这个作为教练来说 这场比赛打成这样了 这个不要说那种粉丝 就是说去说什么 你怎么能 一个队伍想赢 对吧 我们还记得当年OMG为什么强 我们听到的传闻都是军事化管理 与世隔绝 好吗 你看一下那几个人当时 就感觉别的队伍都是什么 长发 五花八门的头发颜色 大哥什么越南越野 当时EDG全都是那种 短寸 短寸 对吧 OMG 当时OMG都是短寸 对对对对 这种好的管理 或者说严格的管理 你毕竟作为一个选手 对吧 这要不是说你一辈子要这样 你但是你职业的这一段时间之内 严格的管理 对于你自己的状态 是有很大方式 当时聊天的不是还说吗 早上几点之内的那种起来 晚上多少多少点之前 又要睡 当时OMG是早上训练的 很奇怪 好像还做个早操什么的 对 还要做早操 还要跑步 是 就感觉的话 好像是回到了学生时代 那种半学生 然后半军人 不是半学生 就是你每次 就是你开学以后军训的那段时间 对 你要说确实更像 严格的管理 其实对于俱乐部成绩还有提供 对 最近不是说RNG也是管理的非常严格 RNG也确定 对吧 我不得不说 这个Firefox这名教练选手 好吧 当年S5跟的是老干爹 回来以后跟的是IM 对 对吧 其实他带队的那段时间 几个队伍的成绩都不错 都不错 所以现在也是 严格的管理 现在渐渐成为LPL队伍一些共识 就是管理真的要严格 对 这个的话 希望所有的LPL队伍都能有一个好的成绩 倒不是有好的成绩 至少对得起自己 这几年职业所下的辛苦 是的 和所使用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这第二场比赛 赏黄再度教练 来看一下ETG的搬Pick上 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变数 目前前两个的一个班位的话 是没有任何变化 在打野方面的话 依旧还是针对你 Word6 因为Word6的话 最近就真的是用的两个 那个盲森和男枪用的很多 这班人没变 还是两个中单 是 然后这边把结搬掉了 决绝这个受到了极大的尊重 上一场他晾过男刀的 搞不好就是男刀 这时候是不是心里面猜测 你决决的中路用的好的 三班看看给金刚颖还是维鲁斯呢 我觉得给维鲁斯比较好 维鲁斯胜率高一些 对 给维鲁斯比较好 他说狮子又是放出来 现在很简单吧 你拿狮子我拿盲森 对吧 我拿盲森我完全不急 你拿狮子 我甚至第一手都可以不用拿盲森 我第一手先拿 想看 先拿一个马尔扎哈 你觉得呢 马尔扎哈肯定要拿的 马尔扎哈我觉得很强的 我们你先拿一个马尔扎哈 然后不着急拿打野 再抢一个青钢磷 青钢磷 不像用不用 又不用 好像之前比较 或者抢杰斯怎么样 直接马尔扎哈在杰斯 我认为杰斯在对线 打青钢磷的时候 太容易被抓死 我打中路 可是你拿杰斯的话 对面如果你放青钢磷出来的话 对面这边就 盲森加马尔扎哈 青钢磷加狮子 那上头这边 只要青钢磷大招过去 很容易就直接死了 对啊 这手青钢磷放出来 也有点难受 有点难受 放给对面的话 真的很难受 基本上来说 你上路 无论是水的话 就配合狮子 就基本上 就把你上路给杀掉了 所以说在斑屁股上 一定要有些点 他这边还是先强了盲森 是 这个 盲森加马尔扎哈 我认为拿青钢磷会好一点 然后剩的话 又是被给绊掉了 我总是什么东西 致敬我场吗 场场不是今天 在下面坐着吗 对 场场今天也来了 鲁鲁这个英雄 玩起来是真的麻烦 鲁鲁分不清楚 准备拿了个鲁鲁 那基本上上一把的选择 就是你拿一个 我拿一个 就只不过马尔扎哈 依然是那个马尔扎哈 好 第二阶段 像其他已经不一样 卡特亮出来了 卡特讲道理 中路怕得有点多 他这时候拿卡特 会不会拿得太早了 因为他有一手 最后康特位的 他不着急拿 蓝博 因为中单这个 我最后一手再选 急什么 如果说OMG这里 拿一个蓝博的话 又是一个无前排阵容 但蓝博配合蓝刀很厉害 他这手拿蓝刀的概率 我觉得很高 价面有EDG应该要搬蓝刀 不搬蓝刀的话 对面拿蓝刀概率非常大 那你这边如果拿蓝博的话 你要考虑AD位拿什么 酒桶 拿酒桶 拿酒桶 拿酒桶的话 下路也不可能拿大嘴的呀 他是有点怕EDG拿大嘴吧 对吧 你先拿了个鹿鹿 我先拿个酒桶 给你封锁一下 那这样的话就上路酒桶 和打野的一个盲森 看一下第一个半人 搬蓝博 嗯 搬蓝博 自己把蓝博搬掉 还是怕你这边会选用一个 中单解词 上单蓝博 是的 所以这就是 如果你的这个队员 英雄池够深的话 其实是比较 比较好的 因为在搬屁上面 你有很多的东西 可以去设计 相关两边都没有选ADC 看一下后续这个半人 会不会军队一下 ADC的一个位置 这边搬近了 搬近 把近搬掉 所以最近两极 两极背后 这些近的好像表现 其实都真的 主要斯曼老子一个选手 他个人用近用得很好 是 如果对面这手搬了近的话 这边是可以搬 搬掉了 这个搬了个瑞兹 再封锁一下 7.5完门 好像又把瑞兹砍了 是的 好惨这个光头 ADC最后一个半人 其实瑞兹这个英雄 低分段胜率很低 但是只有在顶级选手手里才厉害 你只要会玩胜率就高 因为他主要还是对他的一个发育要求 以及这个时机把握都要求很高 最后一手搬人在猜测 我觉得可以搬了难刀 他都亮过难刀了 不用吧 搬难刀有点略怂了 发条 发条 搬难刀真的略怂了 这手真的是已经把决绝当作是一个专业中单来看了 是 这里 搬掉发肖之后 我觉得YMG现在应该是先抢AD 最后留一个中单的counter 对 先抢AD 这手是必然的 EZ 现在确实没什么选择 爱惜对吧 爱惜EZ女警 爱惜可能性大一点 因为有点缺控 EDG吧你说这里 对 EDG我觉得不能再拿女警了 上一把女警 你可以看到中期参战的时候 有点酱油 对 有点酱油 虽然说初期线上的压制打得很好 但是你现在如果再拿一个女警 和整个队伍 爱惜好 爱惜的话 EDG是一个阵容 中期打架强无敌 对的 又有杰斯又有狮子 这个阵容非常不错 控制输出点都是一应俱全 好 上单是幻神打幻神了吗 这边 是 你说输出点上面的话 可能这一盘的话 就比较单一了 杰斯 韩冰 再加狮子狗三个输出 其实够了 而且泰坦能提供不少的输出 是 但是我现在要看 OMG最后一手 怎么样能把整个阵容盘活 他们这最后一手 一定要拿一个盘活的点 他必须拿一个枢纽英雄 我觉得拿青钢英雄可以啊 没问题啊 不是 中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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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错了 中单 青钢英雄 中单的话 三只手 三只手 三只手在这阵容里 没有特别强势的地方 三只手就说明 OMG要和EDG拼基本功了 对 这个真的是拼基本功 这是拼基本功的阵容 这场不像上一场 能够等待对面失误什么的 这个东西 也没什么失不失误的 这场比赛OMG拿出来的阵容 就是一个拼基本功的阵容 对 是 中文 AD 双C 都是一个基本功 依靠基本功来发光发热的英雄 是万金牛的维克托 维克托现场 其实打杰斯还是OK的 没什么问题 维克托都是这样 等到你就能够抽到 本命装的一波倾线 你无论打谁 其实都是那么回事 是 这场的关键的核心点 在于沃德6的盲僧了 他的盲僧之前 也是被大家称赞有加 是的 不过这样想的话 OMG还真的是一个 盲僧队 盲僧队 最早灵要的瞎子 然后到后面还有谁 淘宝拳 对 在OMG里面拿出了一场瞎子 直接是把自己洗了一波 然后到现在 沃德6的瞎子 又是带领EDG 从第一名的状态 打了回来 所以有的时候 信仰还真的很重要 是的 然后想到上一周解说 那个Sneak那个比赛 克托斯托 上场 打AD的那一场 也上了Top10 一个进在塔下 绣对方三个人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 信心和对于 求胜的那种渴望 可能才是选手 最重要的一点 同样也希望 EDG这场能够加油 让我们多看 两场精彩的比赛 这把两边的这个新手 其实比上一局 感觉要来得更多 对 是的 这场抓机会的能力 就比较关键 而且我觉得EDG 可能这场会以打架的方式 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他们中期有狮子狗 有泰坦 这样的一个爱惜 对 有爱惜 都是这种开团能手 EDG这种组合起来 非常的给力 对 EDG中期的开团手段 非常多样化 并且他们中期的战斗能力 很强 但其实你要刚刚说 说其实差不多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我有马尔扎哈 有九筒 其实开团能力性也很强 都很 因为九筒的一闪 其实说实话 在我们角落里开船的话 很难去投标 对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为什么我会说EDG的阵容更好 OMG的阵容 OMG的阵容 他们需要两件装备 这个C位都是两件装备成型的 两件套 EZ不用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三项摩切 但维格托又是一个 你两件装备还不错 但是你要有更多的装备以后 你才能够报价的输出 对 反观另外一边的话 可能就好很多了 爱惜一箭射中 比你造成伤害 要更加的可观一点 那么同时 杰斯这个点 中期伤害能力 真的是强很多 好 第一条土龙 我要说今天没捣乱的了吧 真的没有 刚才可能有人已经被杀鸡尽喉了 脑乱的被抓出去了 凭什么抓我 我告诉你 我要是观众 我就捣乱 你还抓不了我 对 还要 瞬间你还要又说是 交杂每天新的观众 看一下这里的技术天赋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现在技术天赋 大家都带的是比较一致的 是的 但是新版本的玩时契约 好像挺好用的 新版本玩时契约很恐怖 对 很好用 对 就是 变成了一个 挂标记的吸血 对 挂标记的吸血有点像什么 你知道 要像那个 卡丽斯塔 就是孵之毛的那个技能 就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我想到一个东西 上单奥拉夫 追着别人又砍又吸血 加上本身也还有吸血 自己能出发吗 对 自己能不能出发 自己不能出发吗 好像要队友才能出发 对啊 队友才能出发 一下就被你破解了 还在这个上路西洋很难受啊 看一下Word6 这一波被看到了 这是一个F6以后 直接对方蓝buff的开局 感觉要裂 又是套路 两边的话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清完了风会鸟之后 是直接是往自己家的这个蓝帮 上场Word6也是这么套路 这边看到了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像的话反而盲森要撤 对 因为这边是放了眼的 上一场艾罗莉真的被对面反应 反的有点多 是 很暴躁 这场选择是反套路 这一波反套路的话 阿罗莉是放弃了 打到一半的红buff 然后再过来打 但总的来说还是EDG转 小转一点点 他转了一点点打buff的时间 对 就是刚刚的话 这一波还是 等于还是说是转的 是肯定转的 这一波对于EDG来说 转还是转的 是 因为他刚才过去的时候 是接手了那个残血的蓝 不是重新打 你这么看 那边红还没打完 自己这里已经刷完两片野了 他先是率先到达三级 在两边的话 因为初期 其实是中路和上路 其实两边打野 应该也是没什么太多的想法 不然浪费一点伤害 是的 这的话也尽量想去骚扰你的三级 让你这边跑没办法什么 没办法就是说 做出一个本命装的铁子 下路太难受了 但没办法 本来路这个人就上来好学 进场一打二的好学 主要是EDG打不过这个艾希 艾希初期线上的话 EDG只能看自己Q的水平 你能连续扣中Q中三下 你才可能是转卖为胜 这波像是想要来下面找点动作的意思 但是他刚刚那个探照的果实 他照的却不是下路那个眼卫 这个位置的话 是想要下路这个有爆超吗 要绕了 摸眼绕后 对 刚刚的话应该是被 有位眼卫给看到的吧 是看到了 但是他没有看到他进龙圈 没有看到他进龙圈 没有摸眼绕后 那这个想法就可能是 就回家买点东西了 等这两个人过来 看看 这边过来了 但是队友跟不上呀 这波上去的话 一打二打不过吧 是的 这应该是没办法的 最多是可能逼掉你一点状态 放弃一下 但还在这里 可以可以等一波 可以等一波 这一波的话过去 看到线看到上线了 还是有可能可以摸眼绕后 抓一波的 抓不抓 这边卧的6 还是要回了 还是回了 是 这边的话也没什么控制 能够把爱希 或者说是路都给留下来 这波过来 如果下路卖的好一点的话 能骗对面打出一个双招 是的 其实打出双招 打点血量 对于OMG下路都觉得舒服 反正已经要回去了 干脆就是可能抓一波 对 因为你帮下路 就可以缓解很大的 缓解很大的压力 而且主要自己这边的话 也是一个满状态 而上路我们看到 西洋在面对Corel的时候 这场又是 上路有点被小压 泰坦现在对线确实厉害 对 最近上单 我们常说三坏神 其实现在波比和大树 已经基本上不出来了 但是这没关系 这看似好像就是说是被压了 但其实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你补刀反而是会 反而是优势的会 不过对面是卡了一个 更好的回程时机 是的 现在上路替代传统三坏神 应该是圣和牛桶这两个 对 站得出来 我们看到这边下不过 趁着你这边 马尔扎哈没有拦了 这两个人凶的不行 好难受啊 肯定打不过啊 是 就看待会的话 这边的话 EZ的补刀会不会受影响 EZ就是一个 不太容易被压刀的英雄 但架不住 对方上来挡你Q 对 你要挡吗 让你挡 路肯定上来套盾挡你 就很烦 对的 因为你现在的话 没有什么出的药光啊什么的 那个时候的话 上来挡一挡 还是挺伤的 但是这种时候的话 还是确实挡不了 就算太高了 我只能说知足吧 当年还能给小兵套盾呢 这样的话 知足了 前期的拼基本功 这场 这场 我们自己前期亏的 比对面少 比上一场少 是的 看下这波兵线清到塔下 那这样的话 一抵线双人路也 选择会成了 但这波清完的话 EZ要走了 这波EZ女神类 还没有回家做出来 但是EZ你看 他补给品控制得很好 也就是说出去 没有亏太多钱的 所以问题不是很大 好 斯高的这边 把线控一控 似乎是想配合 打野搞过事了 打野到六了吗 还差一点 马上就快了 不过我们看 维克托已经回家 合成了第二阶段的 这个海克斯科技核心了 加个 也把一技能进化掉了 是 如果上来 两个人一起在这蹲 但是这两个人的战斗力 其实不够秒十字吧 是 四级的马尔加 对方的话身后也是有一个陆路在 也是有一个 王苏一脚踢苦 马尔加哈赶紧跑远一点 爆炸果实走人 是 这个怪我说为什么 这个盾倒不了 自己点的时候算是对友方目标的 别人点的时候可以挡 他那个看是谁点 这一波跳出来 徐若给到 有点痛 回头反打一波 艾罗里没血了 绝绝 但是绝绝 危险 绝绝危险 他拿到一个一血在自己阵队阵亡 后续还有没有赶紧帮战果实走 来一炮 闪现一枪 这下死马老贼反应很快 这一波的话也不亏 因为你毕竟是闪现换治疗 治疗的CD比较短一点 这波对于OMG来说能接受 我拿的是一血 对吧 但是维格托阵亡了有点烦 维格托现在是OMG中期打架的一个支柱 是 我的6很开心啊 中路吃一波大经验 打野最喜欢这种 是的 这边还是有炮车的 这波今天可以吃完了以后 赶紧干别的事去 杰斯这波绕上 感觉西洋很危险 西洋这波 这波还是平得起来 挺难的 带杀了吗 闪现漂亮 这一波没什么好躲的 而且还尽量拖一下时间可以 看下一技能 死是肯定死的 就尽量拖一下时间 狮子想把人头让给杰斯 不不不 狮子这边 人头要让给杰斯 好像也要抢 他给个减速 有点想抢 不是他给个减速的话 这样他没被动啊 狮子的被动好像要在你造成伤害的1.5秒之内 那个人死亡他才有被动 或者是你击杀 你说的是骨齿项链是吧 对对对 骨齿项链刚才不知道他蹭没蹭 应该是没蹭到 对不好输 就这种就很伤你知道吗 对他想蹭个骨齿项链 他那个骨齿项链的被动其实还挺有用的 对的 你说现在这种都出肉装对吧 我觉得骨齿项链能加一点攻击力的 那个铁五层加的还蛮多的 所以现在为什么狮子其实还是 知道大家很大的关注 也是跟他这个被动有关系 是的 这种归血球的 应该是没有被动我觉得 他刚才就是在想一下 我怎么样做到 能对他造成伤害 然后又不抢我队友的人头 那就是大家刚刚的我晚一点放 晚一点放 晚一点放 哎呀晚点放 万一跑了怎么办 跑是跑不了的 这个位置好像没法跑 刚好还已经把一给用过了 就在这里 所以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跑 决绝中途 被对面 有点伤啊 这波盲森的话赶紧要 关键射大网的伤害 我这里能不能反打 还是没射过呢 这波的话 一自己没有办法 刚刚那一手治疗的话 已经是救了自己中 自己就是说是 这边被赢了一手 看一下伤害 直接捶上来一套 漂亮 还能再跳一下 盲森 盲森默眼逃脱 这一波中野的节奏打起来了 EDG中野基本上是掌控了 初期的一个比赛节奏 这场把对面野区压制的 有点惨 是的 确实的话 你刚刚的话中路这边的一个杰斯 打你这个时期的维克托 杰斯这边的一个主动性 确实比你维克托要来得强 维克托这场整出来 有点太偏后期了 维克托真的还是偏 就是说是中路后期的一个打团 中路要被压两极了 这波冰线清完以后 死高了到九 刚才那波冰线 虽然说打也收掉了 但是对于绝绝的发育来说 是很大的影响 是的 那这边的话 WORD6这个没办法 干脆更来 就再次来吃一波线 还不上路西洋打的是不错 现在把扣真的是捶着走 因为球头等级起来之后 他血量 基础血量高了之后 他那个被动回血就变态了 对的 前面打不过是 那时候基础回血太少 所以才是为什么球头突然虎 就是他那个被动加强 他现在那个回血真的特别离谱 有一种大树的一个既视感 那比大树还厉害 大树那个还要对面放技能 我这个肺炎好了就可以用 对 看一下这一波的话 选择一个人拿这个蓝霸 拿这条小龙 对 他这边的核道线视野是看不到的 风龙的角度不错 看这个架式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 拿下来了 对 一般人打了核道线 有视野的时候 辅助不会过来插眼 那个视野没了之后再过来插 所以他打了个时间 但是炸出来了 来来 会击了 这种话还想去追 这个没有必要 凡兵没有射击 确实没有什么必要在追的 就算刚刚在跨狮子之间 路路加速已经消失掉了 这场Scott打的前进很拼 没有出女神类 现在有的杰斯是出女神类 不胜摩切的打法 他就为续航 续航的一个作战 Scott这样出的话 在打入中期的时候 蓝buff得控好 否则会缺蓝 是的 如果能够在中期的时候 能够就经常反对手 这个蓝buff的话 那这一把感觉 杰斯这边会爽很多 下路这边的话 一直是没有办法 下路是对面先手进攻的 盲村这个时候 有点想法 有点 看一下的话 这边的话 有没有机会 马尔扎哈可能要闪现上去 打这一个 就是说是 打不了了 这一波W中了以后 听起来真的是要吃大贵的 时间点塔 两个人从后部侧面 绕过来了 看一下杰斯这一炮 杰斯没打猜 还没死 马尔扎哈大招拉了一下 在这里 谁扛塔呢 这波扛塔其实挺受伤的呀 杰斯要被打死了 而且没错来了 这一边的话 上面追击的狮子狗 应该也要死 想起会 想起会 但已经上不到了 杰斯马老贼反应很快 还要上台 自己把杰斯都给收了 不转啊 盲村是 教授自己的姓名 换了个一换二 一换二 而且给下路发育不太好的 斯马老贼回了一大口血 是的 刚才关键是 OBG塔下没兵了 对面这波全力扛塔 先是寒冰扛了 两下发现不行 马上就闪 然后防御塔把杰斯打死了 而且上路扣在这里 开始打不过这个九筒了 打不过 九筒等级只要起来了 那个回血 泰坦根本没法挡 主要这边的话泰坦 这边要打一波 没有虚弱 没有虚弱 被追尽再点 点死了 漂亮 这一波漂亮 漂亮 这一波是EDG下路 这一波埋伏成功了 他们上一场 就曾经尝试过这样的埋伏 但是上一场 对面秀觉比较敏锐 这一场是失误了 这一波好亏的 下路的踩要掉了呀 但是这个传送 传送 看一下这波 有更怪的 九筒 有闪现的距离感觉够 这个距离感觉够的 直接一闪大招 给减速了 这应该是很难抓 很难抓到的 但芒森也来了 芒森在后面继续的绕后 我们看一下 芒森这边是有闪现有大招 不过放弃了 是的 夕阳这波其实拼一拼 一闪大招可以堵一下 直接是或者你直接闪现什么 其实先躲掉你什么 先躲掉路路这个Q技能 没有这一发的一个减速 很有可能是让这几个头 能够追上来了 他中了那个Q 感觉蛮尴尬的 因为艾西的话 刚刚的话在对拼过程当中 让闪现是用到了 是的 这比较可惜 这波TP的话 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主要鲁鲁刚才还有个虚弱 其实如果你真的被烫了虚弱以后 就算你一闪上去 他要炸毁 旁边还有队友 刚刚才只有一个残局的 所以可能还是觉得不稳 这样的话 前期DG这场是占了一些 1000的经济优势 比较便宜 不过对面拿了条龙 Mbuff这道杰斯 尽量想 也是将你这个 这个时期的一个维波托 其实还蛮难扛 这边出了一个护甲鞋 然后再出了一个布甲 他这个女神类不出 肯定要拿了 要无限拿了 一一下 看一下没靠这里 伤害 一类有点远 够吗 一类有点远 这一波 要被反杀了 虚弱也给得很完美 说实话 这一波 太远了 一类太远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一类太远了 这一波的协同 明显是做不好的 还是伤害上面的话 并不够充足 毕竟这个时间点的 肯定不充足 这已经不是伤害的问题了 而且对面有虚弱 这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 那个配合没有想明白 是的 就刚才那个马尔战 他大招的输出 没有配合 一类打出一毛输出来 对 拉了个大招 还是有点输出的 就一个大招 但是你一休 上来打的时候 大招已经结束了 如果你这边是 两个贴身着 能够在第一个时间 马尔战 他大的时候就输出的话 那我觉得还是有些机会 能够去击杀掉 这个鹿鹿的 对 但很可惜 这个离得太远了 你时间结束了 对面一加大招交出来 那就没戏了 是 这样的话 顺势拿下 一地巨的医学塔 这个蓝还要被反吗 看一下 三这手 可以 这一手一 漂亮 在这里 一炮半血 打不了了 快走 不敢上 上不了 上去的话 就瞬间是被你这个杰斯 和 就是说狮子两个人给秒杀了 很被动啊 现在这个杰斯伤害真的吓人 没办法 到了一个九级的时候 其实就是开始 杰斯一个强势期了 打在盾上 牵着你状态不好 那么欧阳波 也是反应波尼的 而且中路这个塔 感觉可以拆 中路是没人守的 确实可以 对 这波中塔 感觉可以拆掉 并且盲森森话 躲在这个侧翼的一个位置 如果你中路来的人少的话 还比较容易被踢走 没拆 为什么不拆 血量太多了 打点血也好嘛 没想会 可能觉得寒冰大招 有点慌吧 也行 不拆也行 必定血太多 一脚 踢重了上来 一放伤害 很可惜 这是艾罗利的反应快 艾罗利那个W加了二段 下路的话 直接是杰斯单杀 对手司马老贼 说实话 司马老贼这把有点比 刚才艾罗利反应很快 他那个W回血那一下 回到了二段Q 这一件直接是逼到一个闪的 毛泽尔没踢到 露露给了大招 马上哈给大 这边能不能杀掉 杀掉了 四星W没吼出来 但是杰斯这边的话怎么办啊 没人能够挡住这个杰斯 这边要三杀了吗 九筒不来打团的话 九筒现在不来打团的话 OMG正面是雪崩的 斯卡尔特用实力洗刷 自己上一排的污点 这个阵容开局的时候就说了 EDG中期打团太强了 OMG自己在中期的时候 还要找个面拼 远距离先来了一炮 紧接着切加速上来 一阵狂追 应该是风起的一个加速 是 他那一炮时间就触发风起 这炮伤害太高了 这边的速度太快了 移动速度 这里艾罗利的四星W没按 出来很可惜 没想懂 就是知道对方中期的强势 吸的情况之下 还没有去打的 就是说稳一点 斯卡尔特感觉确实上一场 打得不好 这场果断开始认真了 也不是说上场不认真 就上一场真的打的 就失误蛮多的 上一场打的时候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就是比较随意 看到艾西的话 也怕自己待会成为团队 一个突破孔 直接是选择出到的 在这一步的时候 选择出了一个水影 而这一场的话 OMG这个阵容拿的 有点太过于前期无力了 所以的话就给了EDG 一个正常发育的阶段 确实的话 OMG也没少到什么机会 杰斯装备太异土了 17分钟这身装备 对面随便任何人 吃一炮都不行 但是现在也不能说 就这样结束了 OMG有机会 因为EDG毕竟是一个 纯ED的阵容 这个阵容在后面 我觉得一个酒桶 站出来还有可能 拯救世界 但现在的话很难去 就是什么 很难去靠着 现在这 待会儿EDG这个优势 扩大的话 很难去拖到一个 大后期 机会总是有的 就看EDG打算 怎么样把这个优势 能不能扩大 就现在这时候 他们现在可以在野区 随意的作业 继续压制你各个塔的 兵线啊什么东西 反正现在的话 杰斯一炮枪的话 现在OMG除了 就是你酒桶之外 谁都受不了 所以待会儿面对的 就是说是 杰斯的这样一个 强力的一个poke 看一下OMG 这边要怎么样应对 我们这现在只能 归缩在加利二塔里 确实没有办法出去 还是看一下 找一下机会 让这边酒桶的话 出去外面有寒冰啊 你出不了门 这只能够等 对方的一个推进 然后让酒桶 从一个后排的 后面的一个位置 绕一下 绕一下EDG的后排 是不是好一点 就我如果出去清线 前提是我背后 有两到三个人保护 是 否则这线清不了 哇 打到了 直接残了 上来 要锤一波 瞬间秒杀 没办法 醒过来 但是又是被什么 又是被 又是被 就是说上来一套 就直接就没了 救的救不了 狮子狗是开了个大 但是找不到人算了 可以打个加古先锋 反正也没东西 没事干了 看刚刚的话 狮子狗也是开大 也是看看有没有机会 把这个想怪 支援的人给留一下 这样的话 红BUFF趋势也 也被对面做了个遍 蓝BUFF也是拿下 红BUFF也是拿下 上路这一座 上一塔的话 也是没办法守了 就看一下 推掉这一座 上一塔之后 下一步 就是说是 EDG这边准备要干什么 因为 看EDG想干什么 干什么 已经把对方的三个 一塔都拿掉了 现在真的想干什么 干什么 只要你敢出来清线 我这里花式开团 开到你就死人 掉了人我就拿大龙 拿了大龙你二塔就没了 这场比赛对 我们进来说 基本上已成死局 现在就让你IC 就是说是一技能好之后的话 一技能放一下 然后过去做一些 比较深入的一个眼位 你OM这边就不太 确实在野区就不太好 OMG现在要再坚持个15分钟 就这15分钟里不疯 他们能拖到后面三 这种装备起来 有点难 很难 但是 对面的这种开团 实在是太厉害了 是的 很难 但是要给自己一点希望 确实非常非常难 对面现在随意 想先手就先手 看一下到底能不能够拖住吧 这个确实不好说也是 我就是只能站在二塔里面 然后等待一滴机大龙失误 然后这样的话 打一个55开的交换大龙 毕竟OMG这样一个阵子的话 如果你是西洋来一波 就是说是神大招 把一个人炸 把一到两个人炸过来 把三个人都炸回去 然后佩尼玛尔炸他大招的话 还是有点细的 但是按现在这个局本来说的话 你能大招炸到对面C位的时候 你这里一定是一个四打五 或者三打五 Scott发现现在局面 没那么快了 所以还是把女神类补出来 是的 感觉美女神类确实难不太过一 反正他这边的话 可能确实就可能跟笑脸之前 所说的一样 哎 打到露鲁 打回来 伤害不够了 伤害不够了 够了够了 十字跳出来打了一波5 但是伤害时速不是很高 哇 解释这一套 我的这边呢 哎 这边能不能够什么 绝对 绝对 瞬间秒杀了 要死了 打不了 真的打不了 叶势太大了 这波的话已经算是开得不错了 毕竟你让露鲁这边的话 大招都没有用出来 虚弱也没有用出来的话 就瞬间被秒杀掉了 秒路了秒得很漂亮 对 但之后的续战能力上面 他们少了九种一个大招 发现 就感觉我们这几个控制 全是靠大招啊 是 九种大 虾子大加 马尔扎哈 然后EDG这边的话 刚结 就是说是杰斯 这一炮过来的话 直接是秒了 马尔扎哈不出 把其他人还打残了 但泰坦这个阵容里面 作用就很大 我这边小技能 就轻轻松松控一下杀一个 控一下杀一个 比较可惜 不然的话 如果打成一个一换一 对UAMG的阵容来说 结果是非常 非常可以接受的 因为大家都死一个人 我可以将比赛的一个节奏 拖得更满 我们这些现在形势很不乐观 但形势不乐观会不乐观 就看一下 还是要继续防守 冰冰刚虽然多死的一个人 但你这边也 对方的话 也没有能够有 继续推陷的一个机会 感觉继续这样 就是说是 防守上去的话 应该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EDG确实 AD伤害太高了 这 寒冰和杰斯两个人装备有点攻击 是 那么现在的话 就EDG一方面 离我们杰斯的一个远程的一个poke 另一方面的话 又是可能可以考虑 就是说是一个 分推的一个 带节奏 打一个就是说 推打的一个时间差 时间差的话 可能 我觉得应该是 把 尽量把这个二塔给拿下来 就是一炮 上来寒冰点塔 他们没有反抗的能力 是的 冰也不行 因为这边的话 自己加上 马克思要点掉了 在这种方法面走过来 没人别看到 看看 马尔扎闪先拉美口 但是这波是秒不掉美口的 是的 狮子狗已经把大招开了 跳上来 跳了一下对手 这边交了所有技能 就能把狮子狗站了回来 还不错 杀了一个 萝莉直播跳的 也挺好着急的 刚才他看到一个残血的EZ 很心动 直接就扑了上去 本来刚刚这波的话 狮子这边不跳上去的话 确实 就是说是 这波也不会再继续打起来了 他不跳吧 大家换一波技能 小区拼龙了吗 但当时他的一个 因为也是状态比较好 萝莉直播的状态 所以说这个上面 我觉得也挺正常 他们这个拼龙有机会 我觉得 小虫子咬一咬 感觉挺难的 对面四个活人 站在旁边离得不远 这么肉的一个泰坦 对他真的是没有任何想法 泰坦很吓人 根本又打不死他 反而会打到对手 就依这边其他人员支援过来 那就炸掉了 现在理想状况还是 OMG拖个15分钟 拖到35分钟之后 三只手装备全起来 这个就可以完了 因为刚中路的话 决决这边的一个维克托 一直不在 所以说中路现在 二塔的一个血量 已经是非常低了 很有可能在 1DG下一波的一个 推进当中的话 很快就会掉了 血量实在太低了 打一下维克托 改定跑 这边的话 应该还是不敢上 毕竟C加的一个 就是说是 先手的人还没过来 稍微前进下线 也再带一带这个上路 泰坦的话 因为这边是 没有GP的 所以一直在这边跟团 这边还是对你这边的 一个中路 有点想法 并且 但下路边线太差了 下路边线在一坦那里 九走这边绕过来 这边是没有眼看到西洋 看一下西洋 这波是不是能抓到机会 杀队一个 好尴尬 还好 因为这位是没有野 不然的话 看到的话 泰坦这一个勾 九分里面还真不好走 这波可惜是 泰坦走在这里 如果是泰坦 在身后 然后脆皮在前面 他一个桶把脆皮 炸到队友的身边 是很有机会的 西洋其实也蛮肉的 对面也对西洋 没什么办法 是 并且身上开始的 就是说是 一个主动女摇的话 也没什么想法 诶 这是在干嘛 透龙也不能这么拼啊 其实A A 应该在里面A A真眼 然后好像是 A眼 然后用提亚马特的 那个效果 对 打到 他应该是习惯 按了一下提亚马特 好 那么看一下 这个EDG 这边再次拿下一下脚锋 一锋一锋 就说EDG也在想啊 就尽量还是想要 就是说是 把节奏给加快了 但确实你面对着 OMG这边不出来 你也没什么办法 并且野区的话 你就 就打你一个峰会 你要和打你 就是说是 三郎的话 你确实也是 很难去抓到他 现在EDG也不着急 扩大自己的优势 反正他们再拖一会 对吧 然后找一个机会 对面露出破绽 把大龙给抓 是的 就随便放大龙 也放个针眼 视野一锋 你总归有 那个足流神的时候吧 那么在泰坦这边 TP好的情况下的话 也赶紧的 去另外一条路 把兵线赶紧给追过去 之前的话 真的还是要防你 就是说是 OMG这边的话 强开自己 所以泰坦在没有 TP情况下的话 一直跟团 一直跟团 宁愿下路 兵线亏一点 也能接受 决绝确实最近中单 玩的不多 现在三只手 主流玩法 没有出兵杖的 这装备被改了之后 现在太弱 已经被三只手抛弃了 这个装备 现在是幅度专属 对 现在基本上三只手 巫妖是 它非常重要的一件装备 是的 你要说要充满的也行吧 毕竟自己家的话 如果能够有这样 它的一个群体的 一个效果的话 还是可以跟它 对手方向封筝 它的减速现在太差了 百分之 九筒的装备 现在跟不上 九筒的装备 如果能跟上的话 其实这位团架 还有一项的机会 九筒的装备太差 它等兵权出来之后 会稍微好一点 是的 这个兵权是一个 正确的选择 这个文贝侯一直 在上路请兵面 弄到他这边 感觉一直都很黑血 其实 老是有被抓的这个动向 你看中路路 艾西的话 也很久没有能够找到机会 用大招来打一个先手了 是不是可以考虑 就是说是开龙 把对方逼过来 肯定要围绕大龙 但是他们现在 就有点找不到机会 哇 谁也跳上去 躺住了 没事 但是巴亚扎过来 拉住了 没机会 开他这个大招 看下 杰斯要进场了 杰斯要进场了 杰斯上在A对面 实在太舒服了 小点 对不拉小 杀光了 走的还是维克托这边还没 维克托也没过呀 维克托 打团家你 AOE只能靠维克托了 而且刚刚的话 泰坦的一个 过来的一个位置 实在是太棒了 一个人上来的话 把三个人 三个人都直接给黏住了 过去过没打野 对面能不能补一下 伊队大招抢 觉得有希望 还有维克托 维克托这边的大招和伊队 伊队 你干嘛把大招用了呀 人家是没死 是不是没失野 维克托这边还有大呢 你打不了了 对面会开你 勾到维克托 大招放出来了 对面上来 寒冰两下减速挂上 杰斯水死 就伊队也走不了了 伊队技能这边都用过了 维克托太急了呀 直接隔下把技能放出去就行了 漂亮 那这样的话 这个血量好像 确实打不了 这个血量 我个人觉得刚才 有救赎吗 其实我觉得刚才 伊队大招加维克托一大招 赌一波大龙的机会 大一点 他应该就没有视野 身上是 所以这边的话 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的 想办法 把你给逼退 是不是好一点 当然你这么说也可以 但是伊队刚才 他蓝色那个眼 是已经用过了吗 他们两个都有蓝眼的 可能用过了 因为他们确实没办法 把控注意 对方什么时候 到底能够打 我维克托刚才走 就是被泰坦勾到 这一边上 有点上 看一下 对 因为你这个双心 都喊 但是盲僧在 但是盲僧在 这个时候 什么还不好说 实在你的盲僧 并且是 对 盲僧等级很高 有没有办法 继续放眼 放了一个针眼 来看下面的一个视野 能不能被盲僧踢到 盲僧踢到龙就有机会 踢到了 踢到了 躲一下 上去 哇 可惜了 没想到就完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很危险 其实这边已经尽量了吧 我觉得 卧尔6已经尽量了 已经尽力了 他踢老龙的时候 楼海是1700的角 不太好强 没有人帮他补伤害 那个时候 所有 EDG人都停手了 EDG肯定停手 等你这个Q的时间 一结束 我再打就没事了 看一下这边 黏了一波 哇 埃多DG的一针 似乎力定住了 想起来都不咬了 九筒虽然很肉 但是对面是一阵狂打 哎 又勾到了 看一下这波 斯巴老贼 被打招大起来 伤害一个E技能 漂亮 那这样的话 你就说了 两路高低要被破了 并且甚至就是说 可以找机会 一波你都没有 这个中期的时候 其实的话 已经没有什么打的 没有太好的机会 尽量拖把 找一些机会 很可惜 这个EDG没有给到这个机会 上一场EDG的失误很多 但这场EDG没什么失误 是 充分利用了自己阵容 在中期的强势 中期直接把这个 比赛的游戏给垫定了 而且我们这场的阵容 太过于想在基本功上 战胜EDG的 这好像不太现实 像上一场那样 抓对面的失误 然后选择一个对面 没有 前期没有很好 办法应对的 一个偏刺客的阵容 打得我比你更凶 我打得比你更凶 上一场发挥最好的是 前期发挥最好的是 结和狮子 这两个英雄 其实都是偏刺客的决策 是的 那么现在的话 刚刚还稳扎稳打 就催掉了之后的话 再回程不及一步 再推这种 可是现在直接推 下路二塔就可以了 下路二塔 而且你敢出来 守二塔的话 开团是很轻松的 看着大东Buff 还新鲜 赶紧推 赶紧推 这个时候 土龙都可以 先不用收 直接推就行 而且你这个时间点 的这个装备的话 面对艾奇 这个先手 你还没什么办法 基本上零作用 而且现在 杰斯在旁边打打炮 你这个配合大了Buff的话 你的塔是根本守不了 是的 就伊丽之这一盘的话 确实还是在自己强势期 特别是这边杰斯 这个伤害实在太可怕了 这波基本上就最后一波了 看看我们自己 能不能够 想办法立挽狂蓝 是的 这座二塔肯定守不掉了 二塔肯定是要让人 而且并且 高级军的话 也真的 真的不好使 谁啊 这里 Coro出了一个号令之急 最近他让很多人上单 都喜欢出这个装备 关键他没给炮车 给了个近战兵 炮车没来啊 给近战兵也不错 那个攻击速度贼快 就你现在的话 大龙时间还有50秒钟 这50秒钟 感觉我已经很难守住 很难守住最后一趟 像了两个超级兵 在这里狂捶你 你这两个超级兵 就有一段时间了 而且还没点塔特别快 去远处开始带兵线 因为大龙buff给小兵 还会有一个加速的效果 但是要把这波兵线 推上去应来的呀 狮子狗开大了 要逼你一波 球组上来 这个一很漂亮 大招架回狮子狗 狮子狗这边 露露大招 我的天啊 太惨 这波基本上等于 大到五个人啊 不过这波防御塔 在风草输出 我们现在看上去 还有点伤害 没兵线了 没兵线了 是个问题 这波防御塔输出很高啊 ZET上去动了 怎么回事 这波是要被打赢了 杰斯在上面 恐怖上不去啊 还差一点点 雷扣死了 杰斯直接上的话 这一波应该是直接收了 不是 这波我觉得 EDG是不是应该 先把那个塔点了 那塔已经没几多少取了 杰斯的话 刚确实也已经上不去了 好像有再扛塔 还不知道有什么情况 刚才他们先把塔点了 就没事了 塔没多少取的 没点塔 那波防御塔输出真的很高 是不是看到的 就是说是杜术的一波打招 和就是说是 太坦的一波打招 把这个击飞力度 这个是真的刚刚 是配合衔接的很完美 控制已经打全了 对 但很可惜啊 就是还是起火 分散了一些 刚才是没有 进战进场吗 刚才那个位置 刚才那个位置 如果他进战进场的话 我觉得 他有可能会死 但是队友应该是能把对面收割的 如果能把大锤子挥下去的话 只要挥下去 基本上这一波已经再见了 不过刚才可能 他是扛塔 扛了两下 他应该是扛塔 不过刚才是扛塔 因为刚才防御塔 一直在对面的英雄 他就怂了 但其实这一场比赛 影响应该已经不大了 这波影响不大 这一波的话主要影响到 待会儿 MVP应该是给到Score的 如果赢到当时 现在还是有机会的 我只是稍微说一下 如果 主要是终结了 寒冰的那个零死亡 对的 这波寒冰上去 寒冰倒是很果断 冲了上去 结果被打死 刚才Score应该冲的 因为还没上去的话 他们需要补AOE 你想刚才 Core的那个大招 大到五个人 我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大到五个人 就不仅仅是Core的大招 并且就每一口这边 路路的大招的话 也是刚刚那波 对 路路的大招 给的也好 他先给的 然后再就Core的大招 两个人给先 也很好 这种控制打出来 所以伤害没跟上 我现在对于OMG来说的话 只有等到对方 人员只要稍微 往你这高地塔一靠的话 就出去输死一波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个 要给的一个选择 我还是觉得OMG急的 就你等一等 上路兵线吧 不着急 你说EDG急的吧 EDG急的 OMG只有是 输死一波的机会了 没有办法 毕竟两条路 OMG是巴不得 你赶紧上来跟我打 我站在那边兵线 没进基地 否则我打得越晚 那边门牙都要被小兵开 是的 待会儿看一下 久等到他很有可能 要利用他 现在有闪现 利用一个一闪 强行开进团 没有办法 现在拖不起 OMG肯定很着急 打完了之后 门牙都不一定还在 但这一炮 是把双C这边的话 轰中了 这一炮真的太精准了 老顿都开出来了 只要找到一个机会 杰斯开W上去就行 是 这稍微拖一下 就等你双人路 好的 上手兵线已经要上关 打门牙了 三只手必须回来 这波不回来门牙稳 看到两个人都不在了 这个动画直接上去 逃着可以掉 勾到了 我的6这边 看一看 三只手W放得不错 吸住了这边的艾罗迪 大艾罗迪这边 四星W交度出来 回避投血 路路还是真的强啊 太坦潮在前面 已经打不了了 赛特上去被杀 赛特这里 怎么又死了 走到打了前面 上去就想输出钱 不过杰斯要收割了 他也还是带走的对手 漂亮 杰斯又是一波三杀 那么最终的话是 这边复活了 但还是可以拿下去 只剩下一个酒桶 在面对对方三个人的情况下 是没有任何机会 能够拯救下来的 对 人家手就是 守不住了 不可能的啊 男将比赛不得不说 是ETG充分的 利用了自己阵容的优势 在中期一举发力 中期过后 OMG想要翻盘的希望 就比较渺小了 只能去抓对手的失误 但是无奈ETG这样比赛 失误非常的少 是 那最终 ETG是获得了第二场比赛的成绩 双方战成1比1 我们看到这一盘的一个势力的话 对于OMG之面的话 似乎是没有什么太多影响 事情没有太多 对 你看到刚刚 夕阳以及Watt6的这个表情 是有所有效的 是其实 今天不管今天比赛 打得有什么样 对他们事情都没什么影响 讲道理今天OMG打 大家都知道 既然AKB进赛了 就是能打成什么样 就纯粹是拼自己一股气势 但是刚才这一把的话 其实有点影响气势的 我觉得下路 上一把OMG的下路 是有一些小问题 其实下路那一波 防越塔防成功了之后 OMG已经算是稳定住局面了 结果双人路 就是越防出去了 被杀一波 然后在三角草 两个人去拼 又被杀一波 这一波完了以后直接炸了 看一下伤害 Skot还是没有辜负我们 对他的期望 伤害打得真的高 但这场比赛你也不能 去说局限怎么样 因为毕竟是一个 新进中单选手 这个平时打野位比较多 这场比赛伤害打得不高 还是没办法 就OMG慢节奏阵容 正好在你杰斯和韩冰的 强势期的话 被抓了个阵着 我觉得OMG阵容哪里有问题 秉承第一场比赛 秉承第一场比赛 那个阵容的话 第二场有的一拼 因为你就发现什么 你就发现就是说是 在杰斯强势期 在塔前的时候 是轰你一炮 你就必须得回城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趁这个时间 EDG能做很多事情 我倒是很认同你说的那一点 就男刀加篮博 对 我真的 这一点我还挺认同Joker的 我是觉得就硬杠 上一场看绝军玩刺客 玩得还挺有 玩来可以 你就继续用刺客 你想他们用RUNK打得多的人 这种中单的刺客 玩的一般都还可以 就RUNK打多的人 上分很多人喜欢玩刺客上分 对 就能够带起节奏 对吧 你这里比如说 你拿一个男刀加篮博 这场比赛说不定 说不定效果就很好 那手兰博他们还是拿软的 就那手到兰博的时候 他想了想 犹豫的想 最后想想算了算 我拿个旧图 是的 好像因为最近 就西洋这边拿了兰博 他的一个胜率并不是很好 也有可能会这样 兰博这英雄有点难用 对 因为西洋这边的话 用的最多的胜率 而且比较好的话 还是说是大树和 那个就是说是胜 LK有屠杀兰博的 有屠杀兰博的传统 对 连环的兰博来这里都是0-7 对吧 别的什么都不说了 所以在这样一场MVP给谁 我觉得给Scout 应该问题不大 这场Scout 刚刚就说过 因为那一波 就是爱希这边死了 爱希不死 我觉得应该给Scout 因为 伤害太差距 伤害的话 就是31300的 这个伤害太可怕了 伤害差距倒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于 对于整个节奏的怠动 其实ZET来讲的话 作为一个新人 他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纰漏的 就最后两波上去死了 感觉走位有点太不紧致 对对对 就最后两波走位有点不太紧致 就也想上去 但反观Scout的话 他的切入时机 选择还是很好 对 因为打到后面的话 他上去如果 可能跟你C位兑换 我都觉得 他都应该是 没什么太大问题 爱希没有跟C位兑换的能力 爱希好像不会冲上去 跟别人兑换 爱希不是一个 跟C位兑换的英雄 但他刚刚的打法 就是冲上去 想跟你兑换的这个节奏 也不是吧 我觉得刚才打法 就是优势感太强了 就觉得追对别人点没事 对 你追不追 问题都不大了 对吧 因为爱希来讲的话 这一场比赛 你要看 就应该看爱希 中期的几剑射得很好 是的 他几剑跟队友 跟得不错 对吧 他是帮队友 拿下了一些优势 所以基本上 ETG每个点都打到 自己应该打得点 包括谁 包括Mako的路 他技能释放都很到位 我发现 现在马尔扎哈 真的是被路路死磕 马尔扎哈就 从那个虫子点一下 就没了 再到你放控的时候 我可以用控制反控你 就感觉现在 马尔扎哈 面对路路的时候 挺乏力的 挺乏力的 所以马尔扎哈的话 还是尽量要打一个 初期不一 你这种打反手的话 确实容易被克制 就马尔扎哈要打那种 中期的带节奏 对吧 终于找到节奏 我感觉就是马尔扎哈 这种整体 一定要整体枪势 就马尔扎哈闪现上去 一大欲窝蜂冲传 让对面不敢打 因为你看过 不是说我路路回头加 要打给你反打 看过很多这类情况 又是说是野区视野 把握好之后的 马尔扎哈一直在里面 走来走去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 突然间啪 闪现冲出来一个大招 是 甚至这种优势局的话 马尔扎哈都是五速鞋 在那走来走去 对 就走来走去 像个幽灵一样 是 你看你什么什么 又没有闪现到 Skot 果然Skot 没有什么悬念 杀害的比34 很高的一个战略 但是他第六三VP了 Skot这一季的话 表现非常不错 小学弟的成长 大家还是有目共睹的 他绝对是现在 LPL的顶尖重担 顶尖重担之一 那么看来也是 EDG在上一场实力之后 阿布对他们的教育 也是很有帮助 怎么说呢 就是赛前我们也说了 从硬实力 纸面实力来讲的话 这支OMG是肯定不如EDG的 对 不管你是哪个队的粉丝 你要站在空道的位上说话 但是第一场比赛OMG 拼赢了之后 就这个心态就很重要了 我第一场拼赢了 我想吻一下 第二场我想吻一下 我就从来不会吻这种的 我今天就是 今天拼赢了 我下一场一定会更拼 对吧 就上一场我赢了一半 这次我肯压上 肯定也就跟他 可能也就跟他 就是说是第二场 因为就是说姐被绊掉的话 也有可能 但是周克说的那一点 我觉得很有道理 就是男刀加那个 他亮了男刀 我觉得他这边的男刀应该会 就是说 听到也会玩 所以这一场打来 稍微有点 说不清楚 对 毕竟我们也不知道 别人英雄持到底什么样的 对 那这样的话 双方现在战成1比1 那我们稍微收一下 等会儿回来看OMG和EDG的 第三场交流